大家好,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挖眉工人 今天想给大家录一个化妆的视频 我已经抹好隔离防晒了 那么现在就开始打底吧 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这么用力的搓脸 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这个粉底液是我上次化妆视频和上上次化妆视频里面用到的同一款 打底的时候也要下手轻一点 不要像我一样 但是可以打久一点,打得透一点 接下来是上遮瑕 我需要遮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就大片大片的涂抹 这样下来整个底妆就差不多是打好了 我再多拍两下 这样更持妆一点 接下来是侧影 这个侧影也跟我之前好几次化妆视频里用到的是同一款 我感觉我会用上十年 腮红倒是我新买 这不是腮红,对不起 眼影 涂手上眼影是我的绝火 但还是建议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用眼影刷来上眼影 由浅色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加 然后 然后在眼尾打上一个颜色最深的 眼角也要打上一些深色的眼影 然后这个叫卧蚕的地方提亮一下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画了些啥 因为我的滤青加的有点重 夹一下睫毛 这个眼线是我在网上学的 画两根 一根往上扬一点 一根往下坠一点 画得不好 饿了 先吃口东西 三文鱼真好吃 我已经想吃三文鱼想了好几天了 来吧继续吧 睫毛糕是我刚刚叫外卖 外卖软件上买的 还挺好用的 你看是不是根根分明 这个腮红是我特意买的 土豆泥 这个真不是因为我没有腮红刷才用手 是因为它就是用手上的 好了 这个是口红最后一步了 哦不对 倒数第二步 我先用一个口红打底 用手 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刷子就是用手比较好上 然后这个提一下色 有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没想到我口红画得这么复杂 最后再涂一点亮亮的唇蜜 整个妆容时间大部分都花在口红上 好最后定妆了 喷两下完事了 可以了可以了 一个漂亮的妆容就完成了 搭了一套衣服给大家看看 我要先打一个领带 领带真不好打 我 领带的四手节打法 窄头 短 好像学会了 用长头压住窄头 没有完全学会 用长头压住窄头 从窄头的下方 我真的没有耐心 嗯 重新开始打 哎 掌握了 穿个外套 这个衬衫裙开叉有点高 最后再一起欣赏一下 这次化的妆吧 耶 耶 耶 拜拜 小红书